这是一部诡异的电梯 他在最繁华的大厦不断杀人 这些孕妇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刚进去的时候 电梯还运作得好好的 突然他下降的速度开始加快 甚至发生了故障 指示灯闪烁 监控室里的工作人员却习以为常 都以为是灯发生了故障 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但是电梯却没有任何的问题 被困在电梯里的孕妇们想要求救 可是里面却没有信号 紧急电话也掉线了 他们只能等外面的人发现 可是电梯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他们 渐渐地里面开始缺少氧气 温度也直线上升 已经有孕妇的氧水破了 电梯停留时间太长 工作人员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切断电源拿着工具 想要打开电梯门 可是门却卡住了 里面有保安的妻子 他担心孕妇可能坚持不住 直接拿着大斧头要砸开电梯 可是还没等他下手 电梯像是感受到了他的威胁 主动下降到地面 孕妇们也因此得救 马克和杰夫接到任务来修电梯 可是却一无所获 杰夫为了交代任务 还编了一个借口 就在大家以为 事情已经解决好的时候 又一件命案发生了 这个染着一头绿的盲人牵着他的导盲犬走进了旁边的电梯 刚要为他送一口气的时候 电梯却违背按钮的命令向上移动 开门之后纹丝不动 盲人气的离开了那个电梯 就在这时 锁命电梯的门开了 里面却没有电梯 导盲犬想阻止他走进去 他却以为狗在淘气 结果一脚踏空 带着狗也被拉进了电梯 电梯里出现新的命案 自然再一次发生了故障 可是宝安一走进他 他就自动关上了 就在宝安要抓狂的时候 电梯主动打开了 可是里面依然没有电梯 宝安走进查看 却发现一条狗掉在下面 死状凄惨 就在他震惊于这幅场景的时候 电梯突然关门 刚好卡住了他的头 同伴想拉他出来 可他使出吃奶的劲 也只是扯破了衣服 电梯已经开始下降 无能为力的两人 就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宝安就这样死了 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家对这个电梯也产生了恐惧 已经有人不敢坐这部电梯了 电梯负责人只能找马克来修理 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克告诉负责人 修理时间要一桌 可是这部电梯 每天承载的人数有上半 停运一天都要损失很多钱 拒绝了马克之后 他还是坚持让电梯正常运行 固执己见的负责人绝对想不到 这部电梯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是一部杀人电梯 他不仅会把人骗进来杀掉 还可以操纵隔壁的两部电梯 此刻他正用旁边的电梯 逗这个小女孩鬼 就在他玩得开心的时候 杀人电梯向他张开了怀抱 小女孩拿着娃娃走进电梯 一声尖叫之后 娃娃残破不堪 小女孩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等他离开 门风里还遗留着娃娃的手臂 几天前两个在马路上比赛轮滑的人 跑进了地下停车场 穿黑衣的人撞到了车 受伤的他不得不在原地休息 就在这时汽车雨刷突然直立 身后的电梯把他骑进去了 从地下停车场到86层 只用了两秒不大 电梯打开之后 男人直接被抛出去 从高楼上摔死 马克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 立马赶去了大厦 可他之前被报道 说了不该说的话 大厦已经不允许地进入 记者小美正在外面采访 她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 一心只想把电梯事件调查清楚 带着考下来的视频文件 小美找到了马克家 他们在分析过电梯运行的速度时 发现了电梯的诡异 事不宜迟 马克带着露营去找了朋友杰夫 可是不管怎样 他都不愿意看那个视频 还让马克别管这件事 杰夫奇怪的言论 让马克感到困惑 朋友指望不上 马克和小美 把重点放在了 制作这部电梯的老头身上 就在他们调查资料的时候 同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个老头曾经研究过生物芯片 只在海豚的大脑上实验过 结果实验室失控 计算机变得像一个活体 最后自杀了 这听起来很离谱 可是小美却觉得十分合理 因为现在的电梯 像是在报复人类 还不等他们进行新一轮的调查 电梯又惹事了 这个男人一进电梯就感觉到肩膀上滴了几滴血 抬头一看 一个死人倒吊在他的头顶 吓得他大声尖叫 杰夫死了 老头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在了他的身上 小美和马克将一切尽收眼底 冲动之下的他 差点当众揭穿老头的罪行 马克及时拦住了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 杰克成了替死骨 马克当然想为的深冤 情急之下的他 告诉了小美另一件怪事 几年前 也有一个修理工死了 被烧交在车里 警方却说是自杀 两人带着疑惑 找到了杰夫家 他们从妻子的口中得知 几年前的自杀案 另有隐情 那个修理工的死法 和杰夫是一样的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两人去了那个修理工的家 可家里的布置 实在让人心慌 这一切都透露着冤情 修理工妻子 得知他们来的目的 将当年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心有怨恨的他 表情变得疯狂 说出来的话 也开始变得没有逻辑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妻子说了一句 这部电梯里长了一个巨大的心脏 他被粘液包裹着 跳动不受人的控制 他不仅能改变电梯的速度 还能杀人 这群人刚进电梯 电梯就开始急速上升 过快的速度让大家产生了恐惧 可就算按了急停按钮 电梯也没有任何反应 慌乱之下 有人吓尿了裤子 但是没人嘲笑他 因为下一秒 电梯底部打开 大家都掉了下去 没有一个人 有活的机会 这件大事惊动了美国总统 他封锁了大厦 调动了大量警察 参与抓捕罪犯 但他不知道 那罪魁祸首 竟是一部电梯 马克和小美知道了一切 他们偷了辆车 想混进大厦 可是却被拦在了门外 机智的马克 躲在警车底下溜进去了 为了躲避警察的视线 马克在大厦里东躲西藏 他悄悄打开了 控制电梯的电闸 身为修理工的他 非常熟悉电梯的构造 可是当他进入杀人电梯时 他又以诡异的速度下降了 内部按钮完全失灵 马克只好毁了操作台 一阵电光火花之后 电梯才停下 他顺着电梯爬到了核心地方 借着微弱的灯光 他看到了一面有血迹的墙 旁边还带着动物带血的羽毛 顺着这个发现 马克再一次爬上了电梯 这一次 他看见了一滩粘液 就在电梯向上运行的时候 外面的警察关掉了电闸 他们发现了马克 以为是恐怖分子在趁乱动作 派人去抓他 电梯再次停运 马克只好徒手爬上去 一分努力之后 他看到了一扇门 马克毫不犹豫地打开它 发现了里面巨大的心脏 他拿着刀 朝心脏吐了好几下 电梯开始自然 心脏却还在跳动 烧着的电梯车厢 向马克砸去 他连忙躲开 这才逃过了一劫 可是电梯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他没有轻易地放过马克 继续朝他攻击 马克这回真的是九死一生 万幸他活下来了 走出电梯的马克 去找了一个火箭筒 心脏捅不死 那就用炮火 可是就在他准备开炮的时候 老头来了 他要阻止马克 因为这个心脏是他的未来 对他的杀戮完全不在意 就在两人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小美来了 他对着老头开了一枪 枪声引来了警察 知道自己处于劣势 老头挟持了小美 就在小美刚从他手里挣脱开的时候 电梯把老头卷离去 马克也被牵连 小美及时把火箭筒踢给了他 炮声响起 马克也因此得救 老头却死在了电梯 电梯杀人事件就此结束 老头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 杀人电梯因他而生 最后也该由他结尾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酱矩